Hello 大家好 咱们这节课来看一个很多人在使用异步的时候 感觉很奇怪的点 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的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task 但是这个方法没有标上这个think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咱们donet里面的这个 file类里面的read all text think这个方法 咱们直接看它的原代码 我在这个github上找到了这个方法的原代码 就是这个read all text think这个方法 你看到啊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task stream 但是它没有标think 看到了吗 它没有标think 你看中间有一些参数的一些判断 合法性的判断啊 底下呢 它这有一个return什么什么reconsole request 然后底下呢 如果这个怎么怎么样 如果那个internal read all text think 然后掉上这个方法 然后掉上它 把它的返回值return 你看它的返回值这个task 对不对 这个方法 它这标了think了 但这个方法没有标think 直接把这个方法的返回值返回了 对吧 看到了吧 在某些条件下 就把这个方法的返回值返回了 这个方法里面标了这个think了 但这个方法没标 直接把这个方法的这个task返回了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标有的没标 啊 这里课咱来给大家去揭秘一下 呃 咱们先来自己去写这样一个例子啊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 这也只是为了演示语法而已 我写一个方法叫做read file think 这么一个方法 这是我自己写的方法 它接受一个参数 一个编号number 那么返回值是一个task stream 返回一个四五串 如果这个编号为1 我就把1.txz这个文件内容给你返回了 这个文件内容给你返回了 如果为2呢 就把2的这个文件给你返回了 如果为7w就给你抛异常 OK 就是很简单 这样一个方法 没什么意义 只为了演示语法而已啊 咱们来试试 这个 没有async 一步方法 啊 在这就咱们的这个 一个task直接返回task stream 因为是你输入一个数字 我给你返回这个数字对应的文件的这个文件名吗 文件的这个内容吗 是吧 啊 read 我就要read async吧 int num 就写if不写什么speech case if等于等于零 然后再直接return fail read read all text async 咱们现在按照正常的方法来写啊 咱们先按照正常的方法来写 咱们这里边有一步方法掉 一路咱这书里写啊 sync呀 让咱们read all text async 这个方法 咱们如果是这个的话 temp 啊在这 哇这个大字无串是吧 哇这上几个咱们写的非常大的字无串啊 悲剧了 太卡了 零非常多 删掉了 咱们建一个比较简单的 看 啊 啊 再建个 二 二 看 然后呢 如果是呃 输入一 我在这就给你把这个 一盘下的 一盘下的 temp a下的这个 1.txc 在这个文件内容给你返回 当然 我这个read all text async 它返回的是一个字无串啊 当然它返回只是一个task 咱们就用await 先把这个字无串拿出来 咱先写复杂的写法啊 哦 sgm s 等于await s 对吧 啊 先把他拿到这个task里边的这个字无串给拿出来 所以await 租车拿出来 再returns 给到这 是吧 编译器肯定会把咱们的这个s再打包成task给他返回 是吧 啊 else if等于2 在else就跑个异常 就得了 然后咱们怎么调呢 啊 async task 啊 await read async 给他传个1 哦 写错了 哇 这文件 那是没有async ok 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代码很简单 这就是咱们传统的写法 是吧 咱们传统写个一步方法 在这里面调用其他一步方法 咱们写一个await 把人家的返回值里边的这个内容拿出来 然后呢 因为咱们这方法返回也返回 呃 这个一步 因为咱们这有一步方法 咱们方法一般也写成一步 啊 所以咱们在这写一步 然后再写task 在这边来返回 这正常的写法 对不对 ok 符合正常的 这个一步的这个语法 但其实咱们还有一另外一种写法 怎么写呢 这样写 把这边考过来 我在这 不写这个 直接 也不写这个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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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没有await 你看 执行结果是一样的啊 这边要动 执行结果是一样的 哎 看到了 执行结果是一样的 哎 在这 掉一步方法 既然这不用写wait 既然在这不用写 async 为什么呢 其实没有为什么呀 这很符合咱们 setup语法的规范呢 我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task 那我return 这个read all tasks async 这方法的返回值也是task stream 我把它返回有什么不可以的 是不是 没什么不可以的 我这个返回值类型 就和你的要的返回值类型一模一样 我当然可以传回来 OK 天明第一 那在这我这么掉的时候 我用这个async await的语法 让你await帮我把这个task里边这string给我取出来 是吧 让你帮我取出来 我省点事 对吧 我不愿意分这事的话 直接在这点什么result也可以取出来 我用await让你帮我取出来 但由于我这写了await 我这个man必须得写一个async 我这我没有await 我直接把你的返回给你返回 我这就不用写async 写async还坏了呢 对不对 你在这写了async 你这return的必须得是一个string 你这return的是一个task string就不行 所以你这还不能写这个async 对不对 不你在这写了await 是吧 你在这这么写行 是吧 你await之后拿到自乎刷吗 你甩给我 我async再帮你包成task 你现在没有写这个await 也没有写async 那直接就把 这个readalt text反汇值给你返回就行了 OK 这完全可以的 这完全符合Ctap预法的规范 OK 那么这就是咱们自己写的方法 也可以写一个 不带async 不带await一步方法调用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咱们先说async方法 它有什么缺点 第一个咱们前面讲过了 一步方法会被生成一个类 是吧 就是带这个什么状态机调用的这样一个一个类 那它既然是一个类 它运行的时候得创建类的对象 得这个什么调用moo moo什么什么next那个方法 执行效率肯定没有简简单的那个方法 调用效率高 对不对 你带了类了 又得moo了 又得moo了 那肯定没有直接一个方法一调效率高 OK 所以说一步方法效率可能略低一点 而且它生这个类这个文件的尺寸也大了 而且可能会占用非常多的现成资源 虽然说可能性不大 但是有这种可能 因为一旦有了这个async 为的整个clr就为你可能执行比较耗时 做一些准备 一为你做一些准备 如果你哐一下很慢了 他给你把那个线程给你做个切换 给你做个调度 那么线程调动切换 他肯定这个性能比较低了 OK 所以说可能会导致这个线程的调度性能比较低 所以这是async方法的一个缺点 那优点就是写起来比较简单 OK 所以正是因为async方法有这样的缺点 因此如果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那么是可以不写async of which的 那么这就是咱们第二种 这个这个 就是这种写法 是吧 直接把read all text的这个方法给你返回就行了 OK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咱们的话只做甩手掌柜的 不做拆完了再装这种事情 你看 这个这样去写 甚至拆完了再装啊 先把你read all text里边的这个 返回的那个task string里边的那个string给你取出来 取完之后呢 再给你装到task里边再返回 这就是叫做先拆出来再装 是吧 先从task里边拆出来 拆完之后再给你装到一个task里边再给你返回 这就是脱了裤子放屁 是吧 费二双手 而咱们这样写的话 不拆完再装 直接把拿到的这个task直接返回 OK 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 咱们的方法只是一个普通的方法调用 不会再给咱们生成一个异步的什么什么方法 OK 也不会再生 不会再生成一个这个 一个类 然后也不会再有什么线程切换啊 这个什么 Munex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它只是简简单的方法调用 因此效 这个性能效率会更加的高 咱们反编一下看看它生成的这个代码 咱们有Ls半 切换成Csharp3.0这个语法 Csharp4.0 我3.0都行 咱们把这个DR拽过来 你看这里边咱们的这个read啊 你看它就是一个普普通的方法调用 编译器没有给咱们搞一大堆那个什么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不对 特别的简单 OK 运营效率更高 不会造成可能的线程资源浪费 那什么情况下 咱们可以做这样的甩手掌柜的 什么样的话 咱们比必须得用这个async await呢 那 这个再说了 返回之为task的 不一定都要标async 是吧 标了async 只是让我们更方便的用await而已 是吧 你看 返回之为task的 不一定内部得用async 用了 不一定用await 用了await 只不过是让咱们更方便的用这个 这个用这个这个async而已 是吧 因为如果说你看咱们在这 这个不用这个async 咱们在这 调用这个得自己写这个什么wait啊 什么results这些是挺麻烦的 而且还有可能会有这个线程 思索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而用了他们就比较简单 仅此而已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 这个直接 不写async 直接就把方法的返回之直接再扔回去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一个一步方法 只是对别的一步方法的调用 那个转发 并没有太多的复杂的逻辑 比如说等待这个一步的执行结果 执行结束之后再怎么怎么样 有很多的复杂的等待的操作 或者说把它的返回值再怎么样 再再怎么样 一些比较复杂逻辑 如果只是简单的转发 那么就可以直接这个把它的task返回 不用再做await这个操作了 OK 那比如说咱们上节课的这个代码 比如说这个一步方法不准多线程 这个 这个 你看看咱们的这个task run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它是不是就这个task 而咱们的这个 而咱们的这个task 这个方法 你看它是不是 也只是把这个run的方法给它await了 拿到这返回值 咱们再给它拆了再装 是很麻烦的 咱们可不可以把它改造一下 这个方法咱不动 咱们再新写一方法叫做1吧 这样不破坏咱们第一版的这个代码 这叫做 你看在这 我不写这个async了 我直接在这 cac cac1 cac2 async 代码都是一样的 我就把它拷过来 OK 你看在这 我不await了 直接就return run 当然这会比较麻烦 因为你的这个方法不await了 你在这 它的反复是这个task 是吧 那你在这里写一个 这样子去写 task from result 这你写稍微的麻烦一点 OK 啊 当然这个 啊 这这这这这 不用 呃 无法将类型 这不用写这个啊 啊 这样这样就写就行了 因为就 那写成死定了 OK 我这只不过是需要把这返回值 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 呃 这是给咱们的这个编译器 类型推断用的 咱们得写 把这个return result写成一个return task from result 把手动把咱们的这样一个double 呃 装成一个task 给它扔回去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在这不写 avate async了 编译器不会帮咱们这个处理了 所以咱们自己的手动把这个double 包装到这个task里边就可以了 你看在这就没有用这个async avate 然后咱们在这如果在调的话 你看改一下 这能调用2 OK 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咱们这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不写async avate 直接把run的这个返回这个task 给它扔回去 OK 所以这是咱们说的 这个呃 直接 这个不用这个async avate的关键字 当然 哪一些情况下咱们必须得用呢 比如说 呃 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咱们这个read all async 在这不是简简单的把读到的内容返回 咱们还有得在读到内容后边加点什么东西 啊 比如说 这个 在这儿 task 这个read async 咱们先写一下传统的用写法 在这儿 这个async 嗯 在这儿 啊 在这儿 咱们不是简简单的把读到的文件内容返回 而是呢 咱们在后边加点什么东西 没什么意义 我就是说在后边给他 加个这个东西 他给他返回 是吧 是吧 给他加点东西 加点料 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 咱们就很难把它改造成这个呃 不用async 这个方式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不再是简简单的转发 而是里边有一些额外的逻辑了 把它反过内容再怎么做一遍处理 就很难写成 不用async 写也能行 你想方向网 去去模拟这个c套编辑器的动作 你也可以这么做 但是太麻烦了 几乎没这个必要 就是说在可操作性的 这样一个 就这样一个范围内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说不是简简单转发 那么咱们就得用这个sync 为这种写法了 好吧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说啊 咱们有一些特殊情况下 只是简简单转发 然后把这个task返回 那这种方式 咱们就可以不写这个 awaitsync 那么这就是咱们这节课内容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中科 一名快乐的程序员